等一下雷炳 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戒指機 噴口前ivity處理 因為大家都對朋友的前處理比較少見 我想給大家看什麼是戒指機 什麼是正確的朋友前處理的方法 現在師傅就戒低了就沒有方便電汗了 我們途中看到的就是一部戒指機 一般噴油廠有幾個做法 一般最便宜的做法就是煽灰 但實際上是矯正不到變形的 有些高檔的噴油廠就會用戒指機 就是途中這部 然後就會打一些螺絲的戒指上 就用一個火花打上去 電池打上去 然後就會用一個錘去拉 也有些廠如果沒有這些機器 或者沒有這個技術的時候 因為歐洲車是兩層的 現在師傅正在打一些戒指 就用那個燒行的力度 貼著這部車就拉回變形出來的 你看到要捉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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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循環做四五次才會變出來的 有時要叫它有時要打它 那如果沒有這些技術的公司 就會劏開你第一層 因為寶馬賓士那些有兩層的 劏開第一層之後就找鉗 或者用它的方法拉出來 但是它的車的破壞性就強一點 就是在結構和安全性方面 那其實就 就是過書過法 但是就是說 最正宗和跟上廠的那種法 都是打架自己的 現在師傅就叫一個 微沙板的位置出來 那麼 如果再難拉一點 我們會用SEON SE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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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是一些氫氣球那種 SEON那些 那現在師傅就叫出來 其實就是 比較是技術 都是很多年的這些技術 但是 香港就有的 但是 那些人都是賺快錢的 都是會善灰或者扔除會 或者是 所以 用一些東西 拉出來 就 過書過法 那師傅呢 就現在打一個電盒上去 打一個戒指機上去 打一個戒指機上去 戒指上去 打得密 就會好 因為 矯形就會 越 越 密 然後 它就會用一支 拉錘 就會拉出來 但是 就是 保馬 LCI 即是 07年之後 的車 都已經不可以拉 因為 它是用 鋁尾合金的 或者叫鋁尾合金 其實 碰不到汗 也都拉不到 要整塊換的 所以 頭沙板 還有 一些 位置 都是用鋁 而 X5 的 E70 和LCI 都用了 膠砂板 有些 水火車 都用 BENS 都會用 膠頭蓋 膠砂板 所以 基本上 是不能再拉的 那 我自己都喜歡 鋁尾合金的 OK 希望大家 看完這些片段之後 知道 噴油前的處理 都這麼多工序 希望大家尊重汽車這個行業 專業 謝謝